对于许多正在备孕的家庭来说 母亲节是一个白感着急的节日 而就在今年母亲节由我支持你的活动当中 我们将透过许多求子成功的小故事 继续支持鼓励着你 接下来就让我们欢迎TFC台北生殖医学中心 台湾市馆婴儿之父曾启锐 曾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欢迎曾医师 大家好 那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TFC台北生殖医学中心 TFC是集合一群志同道的医生 那希望能够成立亚洲旗舰型的生殖医学中心 这些伙伴们它大部分都有国外留学的一个经验 那当然我们有共同的愿景 共同的核心价值 那这包括第一个我们有这个 要有人文的一个素养 那第二个我们一直要追求卓越 因为不应症的治疗 就是不是灵魂就一百分 那第三个呢我们也要有这种社会的一个责任 第四个呢我们要有这种国际的一个视野 那最重要呢要永续经营 所以这个团队呢是老中心 我们现在哦就是想要请曾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这几十年来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案例 是让您觉得最感动或者最深刻的案例 我记得有一个四十五岁的妈妈 她结婚六年很困难 所以她来取了我记得取了五次 取了大概三十五颗卵 她每次都去做胚胎切片 终于最后一次有一个正常染色底的 的一个胚胎 所以在2017年我记得 开始取卵到2018的2月 终于一颗好的卵跑出来 正常的胚胎染色底 然后在三个月五月把它放进去 所以在去年的2月就生下一个健康的牛宝宝 一个四十二岁的妈妈也是一样 她有十三个卵 其实发现只有两个正常 不到一层 然后她就先放一颗 就成功了 大概去年五月生下一个一个baby出来 PGS我想可以提供很好的一个赛选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ERA 我们知道左床要有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好的胚胎这个种子 内抹是一个土壤也要 时间要对也要肥沃 不然的话那个种子对土壤不好 所以这个ERA我们叫做 内抹荣受性的检测或者试验 确定它的时间点是对的 比如说种稻子一样 对不对 你一定要在对的时间擦秧 要勤募之前 你不能到夏天已经都没有雨水 所以这个ERA就是这样 那我记得有一个 41岁的一个太太也是一样 她后来发现 为什么每次胚胎都对的 也做过这个PGS 但是发现原来她放进的时间太早 这个是我想这个的进步 是让这过去十年 整个生殖移植的成为力放肩推 那么很多被孕的妈妈 现在很有时间的压力 接下来我们邀请李怡轩医师 来帮我们介绍有哪一些好的检测方式 可以协助妈妈们早日当妈妈 曾教授提到的胚胎灼床前的基因的一个筛检 那透过这个筛检呢 我们可以做胚胎切片 那就是把染色体正常的胚胎挑出来 那这样去做植入 这样可以提高怀孕率 除了胚胎切片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像譬如说我们可以去检查胚胎里面 它们的立腺体树木的多挂 那在临床上其实有发现说 有一些反复性的灼床失败的病人 就是说它其实有好的胚胎去做植入 但是反复就是没有办法着床成功 或者是说它一直反复流产 大概流产三次以上 那这些情况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 也是有一些检查可以去做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临床研究 有发现说 其实子宫内它的微环境 子宫里面的一个菌相 它其实也是跟着床是有关系的 就像刚刚主任提到的 胚胎就是种子 那我们子宫内抹的话就是个土壤 你土壤不好的话 种子再怎么好 它可能也没有办法发芽 就是针对我刚刚提到那两类的病人 可以去做一个子宫内菌相的一个检测 EMMA 或者是一个脉性子宫内抹炎的一个检查 那当检查出来说 发现有问题的话 去做一个抗生素的治疗 增加怀孕的一个几率 非常感谢两位医师 在母亲节所带来的分享 今年母亲节 由我支持你 就是希望能够为备孕的妈妈们 加油 打气 在求子的路上 你并不孤单 有专业的医师 和精准的检测工具 您就能够早日圆梦 另外来自欧洲的台湾爱结龙 要送给大家好运气哦 只要您填写问卷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代表好运气的金产子 祝福大家 幸运满分